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議題 當然在我們高雄地區 大家都非常重視 本人是站在林園 住在林園 那林園石瓦工業區也跟大林圖一樣 都是民國六十幾年 那時候六十五年 正是我們的石瓦工業區就進入高雄 所以大家都深受其害 在整個以前的環保法令沒有非常周全 所以很多環保法令都是邊走邊做邊修改邊來要求 所以一直到有以前的什麼林園事件 大家來控政、控衣 還有很多包括後進 後進已經在一百零五年都已經全部都停了 所以今天來討論這個議題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在這一次的定期大會 我在質詢金華局 金華局把石化專區的配套圖 剛好秀出來 在我們的議事報告裡面 我看到我就問金華局長 這個石化專區 當然金華局長 這個石化專區還沒定案 可是它的圖、土都沒了 它是從現在的洲際碼頭 現在要做這裡 高雄港湖公司也在這邊 從那邊一直 現在在做的是深水碼頭 做好之後繼續延伸 延伸到過 從大陵埔外海一直到寧遠 不是只有大陵埔 分比土有過就是一直到中間 跟中間一樣一線之隔 所以我在問金華局長 這個案子 以後做起來不是只有大陵埔 是整個陵園也被包圍 陵園外海跟陵園現有的石化工業區 如果現在大家討論說大陵埔要牽村 我想陵園要不要牽村 我是大陵埔要牽村 我是大陵埔要牽村 小陵埔要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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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有辦法去布施一個大陵埔給我們嗎 這就是沒辦法 如果大陵埔牽村的話 在畫上的不如賣畫 大陵埔牽村 如果是能讓高雄的空氣品質更好 讓我贓成大陵埔牽村 如果是要做下去 就要做下去 不如賣牽 不如賣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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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貼村 剛才我聽到 督那個研討會 高雄埔牽村 被賣牽村 被賣牽村 為什麼會吐血 你拿一個 你不夠優質甚至去 什麼石化 什麼石化 是會比高科技的那個園區 會比較汙染 你怕拿那個沒有汙染來比 用那個是怕的比 我這一點我要提出 提出 我跟你們 這個研討會講得像 有點稍微 跟我在比一個大便 那誰叫垃圾放在 你處都沒有 那後面跟棍捨 那不要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就去啦 今天 你早上沒有啤酒啊 很簡單嘛 如果我們不妨在經濟發展 每次一天提到這個台灣案 不是 什麼一大堆的東西 照著救援機會 照著救援機會 救援機會 我們民進的人有救援機會 全國的人有救援機會 阿不然 好大 當做法庭了 還是高了 都去 大家都去買房子 去買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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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大時代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就支持什麼 什麼東西 要要要去開發 經濟發展 40年前 都沒說政府啦 獨裁的建盤 加館 大五個 錢收 長自珍收 一瓶 四百五十塊 三三八四十塊 發展 發展 已經四十年了 你說拚經濟 將是富裁 還漲到十六兆 北京中華民國 要背著 一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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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九萬 一百零五萬的富裁 你跟我說你拚經濟 對不對 阿高雄市咧 一個賣95萬 高雄市市民喔 賣台灣的錢 和高雄市的富裁 賣百萬 你做經濟發展 你在發展什麼東西 你還能夠說 這樣發展 發展工業 你如果說沒有富裁 我還要來這裡 聽起來 對不對 我一十年以前 那一十年公司 就二十K了 現在到錢幣 還要二十三K 你跟我們說 現在拚經濟 我把這個錢 謝謝 好不好 你三人千 我再說一下 我再說一下 這一文千就好啦 一文千 因為後面還很多人 對對對 這那麼多人在這裡 那個 大廠 大廠那個國風食物 就可以趕快走 為什麼要來大領域 為什麼要來高雄 經濟資省公會自衛 跟那個 我們今天 陳敬展先生 那陳縣長 你說什麼 比三十年前 各位 他們六七 比我們家的廚房還乾淨 你現在看看 有乾淨嗎 所以說 我們支持陳敬展 他的做法是正確的 把實話趕出去 各位 我要從我們的人文歷史地理來講 大家都聽到齁 你真的覺得說 今天你是不是要實話 還要繼續 我在大人埔那個大領域 七十年齁 每年就七十年 七十歲齁 七十歲的改變時 一年比一年還要糟糕 一年比一年還要差 當初是我大人埔的土地 我現在大人埔的土地 一百五個大價多少 你知道嗎 三萬塊 高雄市 最本色的地方 本色的地方 不只三萬塊 大老婆四十年前 五個大價三萬塊 到現在三萬塊 我們有什麼 生存財產權 怎麼沒有 沒有啊 我有什麼生存財產權 再來我告訴你 沒有 四十年前 中油十大建設來我們那時 十大建設來我們那時 我老婆土地一分底 沒多少 一分底三百平 八十二萬 當初是那個 洋春麵 一碗洋春麵十五塊 你想 我賣一百塊喔 吃一塊吃不夠 這個財產權還有我們 居住權在哪裡 都沒有 齁 在接下來講十大建設 中油這次 中準這次 中庚這次 中庚這次 台電 台電的起初的十年 是藍生麵 是燒的 還有一個比較天才的 設計 把那個圖圖 是由 暗港的 店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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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 這樣走過 齁 我實在是 十五個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 要把 要把三四巢 給他挑出來 真的 所以我們 大離譜現在的情況 就已經要面臨到 千春的問題了 你實話要再一次嗎 你實話要再一次嗎 你實話要再一次我們大樓 雞西田土造路 我們的田土造路是怎麼來的 榮辣高雄市的廢棄物 二十五年 榮辣高雄市的廢棄物 大樓是碰碰公園的 你大樓的地方每天是碰碰公園的 西南方 日外是我們川府的地 東北方日外 中間 最多的本作就是中間 中間的煤炭沒有加鈣 不是在室內 中間 東北方一個催來 他說他有水 在沾 大樓 南樓的氣候是多少 一個沾沾 一個沾沾 待會兒就沾沾沾沾沾 有沒有企業責任 沒有企業責任 一分鐘就好了 吃到這個月了 我有結論 還跟你說一分鐘 是不是這樣 再來 再來就是填海造路 在講這個填海造路 我就很生氣 什麼事 大家都停在那裡 你知道 關西機場是消掉兩個 民國六十幾年的 關西機場是消掉兩個 山的 真正的豪土來天土 那 南七是在填什麼 填本石林 這四人不頭不在那裡 少量 不是 不是我這樣說 不是 好 現在要簽村 你要怎麼簽村 你今天簽我大樓 沒有護領 那個人要簽 中間 沒有護領 你還要簽嗎 你簽在大樓 你簽在太平洋 你簽在台灣海峽 是不是 那些豪油 已經是在那裡 建築 建築 一家子 但是這裡也能說 他所有人要診所 不然 氣爆 跳雞 這個月 兩三次 中 大零廠 大零延廠 跳雞 然後 跳雞 我們就這樣附近 是我們拚放 而且 而且 我們中英勿 是我們炒雞 所以說 我們 是不是 來 叫我們議員 還是說 學生 來我們 現在 我才有幾點 來講 就是說 我們 當地 有找的這個 思想說 尤德 你 思法區 建議 把這個 吹上陸地 我們那邊有三所學校 兩所 小學一所 國中 就我們在我們的 西南風 就我們的門前 然後 過來就是我們的居民 然後 如果吹西南風吹上來 就我們整個 大高雄 台南 嘉義 都會影響 你看 光一個六七 就他整個影響 那個 中部 空氣都污染 然後 然後 第二點 就我們 環保護 環保護署 下來我們高雄 空氣 總量管制 他說 已經 下來三四了 他總量管制要 總量要 減到百分之五 然後 他政府 這樣講 然後一面 又要開花 只是我們 整個 大領域 跟混民統 已經 已經 在那邊 沒辦法記住了 然後 我們有 靈海公務區 有開那個 健康危險提估 有開了 三數會 他從那個 健保局 調資料來 我們 17歲 這個年齡 百分之九十九 有 匯癌 匯癌 或 過敏 這是確實的 這是 他們公布的 我們來去 當作 所以說 我們這邊 不宜再開花 政府 你應該要怎樣 規劃 然後 第三點 這個是 營養前面 蠻大的 我們的 旗山斷層 那是 經濟部的 地調送 公布的 他是 一級 活動斷層 收出你 把整個 實驗 那個 林海公務區 有493家 都放在這邊 萬一 地理層 抽動 那我們整個 大高雄 完蛋 貼打 貼葬 然後 為什麼我們有 這個 這個疑慮呢 因為 中鋼 他每年 抬升 0.3公分 所以說 我 絕對 懷疑 他是一級活動斷層 很簡單的講個句話 說 那個政策戰 側到的 如果 我們 環保署 以及 環保局 側到的 關於關化車站以及 環保局的 那個 側戰 側戰 在小港區如果 側到 是 笨的話 那我們就 堅決 讓職話軍區 進來 如果側到是 笨的話 那我們就 不會讓職話進來 是 笨 笨跟笨差很多啊 如果是側到 關化車站裡面 在小港關化車站裡面 側到的是 笨的話 那 那我們就讓職話進來 我們就沒有話講 因為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是高雄社的各位 見關新聞 今天是假的 你知道 我們大力府周圍的 居民 也是一個 偵測戰 我每 每 每年都 在收集我們 那邊的癌症 你還死亡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邊的一名 一國會有 你是誰還是會現場 我今天沒有把大力府的空氣帶過來 因為我們的媽 幫我幫他帶過來 我今天忘了把那個資料帶過來 那如果你的家鄉 如果你的 你的親戚朋友 你周圍的 朋友 一個月你們 死了三個是會現場 我們不是反對一些經濟的開花 那我們的政府 有沒有確切是指在督導這些 的開花 有沒有 在正正督導 現在的一些 排放的 管制總量 有沒有 人家如果是 世界標準的話 他如果超標的話 是要翻查 反正熱地平衡 我們台灣 比方市政府 黃寶丁 最大館一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就這樣講 不痛不癢 那而且犯了癌 現在我們健保 有一些東西 醫藥 這個智慧 都是要智慧 衛福部健保局 能靠的這些東西嗎 有辦法嗎 善者人要去死亡 臉人要死亡 知道嗎 但是對於大領埔的居民 鳳壁頭的居民來講 其實我一直贊成是千春 那為什麼贊成千春 是因為 長期以來 這一些的產業 在我們周遭 其實環境並沒有改善 那如果環境有改善 我們今天 大概提出來的 不是這樣啊 如果要改善 以企業的責任來講 早就應該要做改善的工作了 但是一直都沒有的狀況底下 我的建議還是應該要千春 千春的問題 卻是立即是要解決的 因為不論石化專區有沒有來 環境已經夠糟糕了 所以你應該要讓居民 繼續在這邊生活嗎 你也不願意再購給他一些建設啊 剛剛王副執行長提的 就是在海岸線這邊弄一個公園 海岸公園之類的 高雄市政府願意做嗎 是不是 但是光是在我們這個 把這個第六貨國碼頭 外面在填海造物出去的 一直到男性計畫的這一頭 花了多少錢弄的 他們的目標是公園嗎 不是吧 是不是 如果今天目標是公園 今天大林埔不會是 那麼樣的一個狀態 為什麼年輕人一直要往外搬出去 為什麼這邊的學校越來 小孩子越來越少 為什麼我們這邊 連一個像樣的書局都沒有 不要說圖書館 連像樣的書局都沒有辦法在那邊生存 市場越說越想 生活環境越來越不好 品質越來越不好 對大林埔鳳餅頭的居民 實在是有夠不公平的 政府也不會再給更多的資源 在這裡做建設了 企業你要他就是說 再把這些什麼製程再改善 東西再改善 當然我們還是要持續要求他 是不是 中油在現場要不要改善他的支撐 也是要嘛對不對 我想理事長在這邊都很清楚 這是產業要求 要求自己一定要做的 今天我當然會有點擔心就是說 你們派了這麼多人 不論是真的 真的居民 真的是民眾 還是你們的公司儲備員工 或是什麼 我不管 如果站出來為中油講話的 中油可能今天在這裡 一定要受到民眾的質疑 這是勢必一定要的 但是中油這件事情 我覺得後續還有很多要討論 不是只有今天在這邊講一講 我們就會認同你 但是重點是 在大林埔跟鳳餅頭的居民 光是現在 政府就有責任 應該要做千村這個動作 如果今天單純只是在這裡談千村 我會很高興 我會開始要拜託就是說 拜託的 那不是說2019年 就要把我們千村完畢 你錢就要去翻出來 讓我們翻出來 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單純追求這個議題 我會非常開心的 希望大家共同起來 讓城局市長好好的 對小英的政府 拜託的錢快翻出來 讓我們快翻出來 我覺得這樣會單純很多 石化專區 將來我們大家在一起來 在一起來 好好的監督它 我們唯有就是要讓環境的污染 不要再增加 甚至要減量 這是我們的目標 怎麼做 這是技術性的問題 但是要跟千村掛在一起嗎 我覺得越來越複雜 改一掛之後會 其實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光是兩年一體一起談的時候 我真的看不出 有機會把石化 因為石化專區要進來 所以我必須要千村 這件事情掛在一起 對我們來講 事實上是不公平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傷感情 所以我要拜託 就是市長也不要再這樣講了 要千村就是要千村 也不是今天才談千村 紅毛港的千村 談了38年 但是真正要簽的時間點 只有兩年就簽完 已經已經翻出來了 那我一樣的希望 中央政府趕快用特別率 把錢頂出來 讓我們大領埠居民先簽村再說 另外大領埠的千村跟整個石化產業的設立 以及外海以後的繼續的往外填 這根本是不同的議題 所以應該要切開 也就是說政府不應該說我為了要設石化專區 才開始去辦理大領埠千村 而是大領埠的環境呢 目前就非常不適合居住 所以就應該要千村 那讓那塊地 縱使先做公園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緊接著這個洲際貨櫃的碼頭 還有國道7號 還有可能的外部的填海 都會嚴重的影響大領埠的生活 所以說我們也要知道說填海 它是一個長期的一個工作 它是一個長期幾十年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的填海是為未來的產業用地做準備 而那個用地應該絕對不會是石化專區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幾十年來 各種石化產業的這個環評從來沒過 所以石化業者也是在寒爽的 因為他們從來也沒有真正的認真的在想要在高層投資 所以是在寒爽的而已 那為了寒爽我們就好像是被他們騙得彈彈賺 這個是沒有道理的 還有台灣的少子化很嚴重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年輕人根本就不想進工廠 所以縱使你做出石化產業石化專區 我跟大家保證可能都是來外勞來 雖然東南亞勞不來 老爸以後進來的是非洲勞工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要很面對現實 我們的年輕人不想進工廠 我們的年輕我們的技術很成熟 石化技術很成熟 此時此刻是產業整場輸出 向東南亞擴展我們的石化產業的時間 所以趁早到海外去投資 然後把原料運進高雄來 然後讓我們維持我們材料產業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材料產業是百倍千倍萬倍的價值 我們桌機還有很多的產品都是石化產業 那是中下游 我們很多很有智慧的中小企業 他會做這個東西 那只要塑膠力來就好 只要塑膠力不要比國際貴就好 或是貴不要貴太多就好 但是絕對不是因為這樣我們就要接受一個 如剛剛吳老師所講 跟台說大量的外銷 而我們卻承擔這樣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們總結我們支持大家的看法 就是第一個支持大量古千春 但是他必須跟石化產業多多 那第二個高雄絕對沒有 未來沒有新的石化專序成立的可能性 那第三個我們還是支持向外填海 但這樣的一個填海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他是未來的高雄要準備產業用盡 第一個因為現在是中央地方 已經這樣的所謂的執政的一體系 所以應該是不管是中央政府或高雄市政府 應該再次檢討中基二級的儲營中心的必要性 還有填海商務的一個現況 該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時間點 不能再推說中央執政不一樣政黨 所以我們現在不如做 不管是中央地方 或是民黨執政的話 都要去思考說 未來的填海商務的中基二級怎麼辦 如果你現在還是要保留作為一個儲營中心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需要那麼多儲營中心 如果高雄市內部已經沒有石化工業的話 那就不需要儲營中心 所以再次檢討中基二級的一個議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還是要請 剛才我們市政府 因為這邊很多前輩在 還是要真的是要做一些規劃 我想他們已經有做好了 至少要做一個規劃 是金發跟都市計畫 金發做什麼呢 去做石化產業的重整的一個規劃 你不能說不要專區 可以啊 可是現有了石化產業怎麼辦 這一次石化的議題 它有它的一個產能 它有它的員工 它有它的一個所謂的產業奉獻 你不能說好 不要專區就沒有 它一直存在啊 所以第一個 金發局應該是做高雄市產業的規劃的重整 第二個都發局 不是只有雅荷新灣區而已 它是比您的 在灣區更往南走更往北走的 應該去做一個什麼樣的 都市的土地規劃的執行 後續的天海昭露也是要規劃進來 這是第二點的建議 第三點 我覺得產業思考部分 要去考慮到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兩級 這邊很多的居民的意見 我們都看得到 不管是安全的需求 不要安全對不對 反石化專區那個板子 我都看好多次了 生存權的部分 因為我住在大林埔 不是我啦 我說我住在大林埔 所以它必須有一個環境權的要求 所以基於生存權 財產權 環境權 你們的安全性的考量 跟反石化專區的訴求 其實是有意義的 而且有必要的 另外我剛才看到 產業所謂的工會的代表來了 所以石化工業的產能 產食 對台灣經濟發展 還是高雄經濟發展的貢獻 也是要與你提出考慮的 也不能只有一邊的一個規劃 跟一個思考 所以待會如果是有 產業的來的工會的代表 面提出意見來 我覺得也很好 然後居民的意見來講 大概就是剛才這樣 這幾下 就安全 反石化專區 生存權 環境權 跟財產權 然後我最後一點的建議是 除了考慮到 產業跟居民的需求之外 是不是還是去評估一下 大理府的現況是什麼 或許很多淡土的區域說 我不要千村 我要住在這邊 有可能 因為這是我的家園 我不要走 只要環境改善就好 如果環境改善 為什麼要先好好走 為什麼走了 要變成公園 為什麼我的家變公園 我很難以想像 最近不是一個房子被拆掉 它只是地上路而已 它沒有土地權 可是一家四口就住在那邊 一家屋裏住在那邊 被拆掉以後 因為我們覺得很悲傷 因為這是家園的感覺 所以我是建議說 對於大理府的千村 這樣一計劃跟案子的話 高雄市政府應該 成立一個跨單位的 所謂的平台 去做規劃 規劃說 大理府的現況 有沒有改善的可能性 怎麼改善法 如果不行 千村 當然吳教授也提到 很多必要的程序跟步驟 包括民意的公開的一個公批 互相的匯集條件提出 等著很漫長的資源提出來 我想政府現在應該有能力去做這樣的規劃 也應該有這個什麼樣 能力去做這樣的資源提供 不要忘記了 中央地方都是領長執政 謝謝 我們在一起 想要明分析 去做情供應 到處 去做情供應 我們在一起 對 你 你 你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